我们对韩国的了解都是来自韩剧 韩国农村的生活是否跟我们想象的一样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韩国姑娘在乡村的生活吧 炎炎夏日 韩国姑娘志妍回到农村的老家避暑 已经连续下了五天的雨了 终于迎来了大晴天 志妍赶紧把多天来积攒的衣服拿出来晾晒 志妍老家有一片土地 他们很多食物都可以自己栽种 洋葱 黄瓜和西红柿等 还有一小块西瓜地 大家都知道 韩国并不是西瓜的主要产地 西瓜在韩国是一种很贵的水果 比樱桃都要贵 一个西瓜要卖到三万韩元 约和人民币168元 据统计 我们中国是种植西瓜的大国 新疆是主要的产地 因为充足的日照时间 新疆的瓜果又大又甜 而我们中国种植的西瓜90%是内销 每年我们要吃掉世界产量的90% 所以虽然夏天来一个冰镇西瓜很解渴 但是昂贵的价格 让韩国人无法人人都能实现吃瓜自由 而像志妍这样在农村可以种西瓜的人家也不多 志妍家这块西瓜地 也是经过好几年的反复播种 才终于能在夏季收获一波西瓜 可是有时候因为天气的原因 也会有这种接不成果实的时候 因为近几日连续多日降雨 志妍最关心的就是西瓜有没有很好的成熟 结果真的被她发现有个瓜已经有半边的外皮烂掉了 看来今天要先处理掉这颗懒西瓜了 志妍一边帮西瓜清洗外皮 一边祈祷里面的瓜囊能平安 好在切开后 红彤彤的果肉让志妍松了一口气 是一个成熟的很好的瓜呢 在韩国乡村 很多人喜欢把西瓜套上塑料袋 放到溪水里去降温 志妍家虽然有种西瓜 但是其实个头都不大 每年的西瓜种子播种后 到夏天可能也只能收成五六个成熟的瓜 看看今年的西瓜 志妍用一只手都能拖住 而且这些瓜也并不一定会甜 像这样小的西瓜 切开后 发现皮厚切里面看上去并没有特别红 所以有时候 他们也会把西瓜浸泡在盐水里 提升下它的甜度 今天志妍妈妈收藏了很多洋葱 志妍中午打算简单地做个洋葱牛肉拌饭 先把洋葱洗净切块 然后放入锅中翻炒 等洋葱有稍微变软后 加入牛肉片 炒熟后撒入些黑胡椒 淋上蛋液后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在盘子里装上白米饭 把洋葱牛肉放旁边 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简单的午餐加上两叠菠菜和黄瓜泡菜 获得了爸爸妈妈的赞许 在韩国 泡菜是国民食物 几乎每顿饭都离不开泡菜 而到了冬季 每家每户都会自制泡菜 而且泡菜的种类也非常丰富 像我们熟悉的白菜泡菜 在韩国还有萝卜泡菜 结梗泡菜 黄瓜泡菜 苏子叶泡菜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韩国 万物皆可泡菜 制炎家也同样没有 逃过泡菜的漩涡 在去年冬天 制炎妈妈早早就做好了泡菜 在农村 很多泡菜 还是用很传统的酱缸腌制 他们把腌好的泡菜 放入大酱缸里 然后扎好封口 埋到后院的地里 这种传统的做法 不仅能让泡菜熟透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而且还便于长时间的保存 经过几个月的腌制后 现在正是可以 挖出来检查下味道了 为了不让土块污染到里面 制炎妈妈 用塑料布盖了里 三层外三层的 然后揭开盖子后 剪开包着泡菜的塑料袋 制炎迫不及待地伸手 把里面的白菜泡菜 取出来 一股酸辣的香气扑面而来 看来这次的泡菜 很成功啊 取出一些后 制炎妈妈重新把酱缸封号 等下次 加餐了 炎炎夏日 在韩国还有一种食物 是十分流行 就是鸡汤 将生姜 蒜拌 洋葱根作为底料 放入锅内 然后将一整只鸡放进去 倒入适量的泉水 接着用户外的锅炉来煮 会更香 大概炖煮一个小时后 打开锅盖 再放入大蒜煮上15分钟 就可以盛出来了 鸡肉完全吸收了配料的精华 剩下的富有营养的鸡汤 放入些糯米和豆子 煮成糯米粥会更美味 品尝的时候 将几根葱条 加上鸡肉 加上一根大蒜 然后一定要配上 今天刚取出来的泡菜 这样满满一口下去 简直是人间美味 而用鸡汤 煮的糯米豆粥 舀一勺 再上面也加点泡菜 这样吃起来才香啊 晚上 智妍打算用泡菜和辣椒 酱做拌鱿鱼 先把鱿鱼须用清水煮熟 接着放入一些芝麻和辣椒粉 然后放入切好的黄瓜 辣椒 洋葱等配菜 最后将泡菜和辣椒酱 一起搅拌进去 看上去一盘富有食欲的 凉拌鱿鱼须就做好了 晚餐看上去 也丰富了许多 当然 也少不了紫苏叶泡菜 和青羊辣椒 韩国人真的又能吃酸 又能吃辣 夏天是收获的季节 虽然致延老家的西瓜 因为接连的雨天 很多都已经枯竭了 但是至少还剩下的四个宝贝 希望来年 能多收获些吧